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说有人要送抽 我说是吗我就听听就好了啦 我还有一点半信半疑 那一年来奉茶就他们两个合资 就真的就是送我这一台 真的是马祖真的很灵验 白沙头马祖近乡活动 今年参与人数一举突破十七万人 为了让众多香灯角可以吃饱喝足 许多民众或者店家都会自发性发送服食 而有人一坐就是十多年起跳 像是这位驾到频道白沙屯在地人 陈玉兰和先生每年都会在进香路途中 全程提供免费茶水让大家来享用 不过月之前装载物品的小货车相当老旧 两夫妻担心未来车子乱坏了 恐怕无法再为马祖以及香灯角来服务 但冥冥之中 马祖娘娘苏知道他们的担忧 特别送来了礼物 第十一年 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有一次 要去进香的时候 我那台货车已经三十几年了啦 我们去保养的时候 他就说那个车子底下的那个梁柱 好像有一点柱了 不知道这可以再服务几年啦 我就想说那没关系 如果货车不能服务我们用轿车 一样再出来服务 结果就这样子讲呢 马祖就找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送了这台车给我 真的是送的真的是送的 幸福送 这个杨大哥他看到我那台货车 我说已经三十几年老旧了 他就说你的车子那么老旧 开出来很危险 尤其是像马祖有时候三四点 他就必须启程 启程我们就要出发 那我们车子就必须要往前去服务了 他就说那你这样子开车很危险 因为你那个车子又老旧 尤其你又载那么多重的东西 像爬坡啦要走什么 好像很笨重这样很危险 他说我送一台车给你们这样子 我说啊真的 他第一次听到说有人要送车 我说是吗 我就听听就好了啦 一点半信半疑 那一年来奉茶杨大哥杨风路大哥就说他要送 王金凯大哥就说那我跟你合伙啦 然后就他们两个合资 就真的就是送我这一台 这就是凯哥啦 他送的来 对对对 真的是马祖真的很灵验 他有好像有听到的感觉啦 现在有这台新车真的 我的新车 没有 我女儿他们说要再传承 两个女儿就说妈如果你跟爸年纪大了 你们不用做你们就来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来服务这样子 我有说啦就是他们如果体力上比较不OK的话 就我可以继续来为妈祖服务没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就受着妈祖的照顾长大 从小就在这边我们以前都从以前都是阿公那时代 他们自己默默的走然后就教我们就是要感恩的心 然后就一路随着就是妈祖的照顾长大 然后我们也刚好有这么好的机会就是得到这样一台 就是专门用于奉茶的车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继续接这个任务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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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